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湾区全国枪支暴力宣传日 两架包机运送非法移民至加州首府 移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手臂 彭斯启动2024竞选活动 与特朗普争夺白宫大位 苹果进军元宇宙圈 推出虚拟电子眼镜 香港记者上诉成功 香港终审法院判其无罪 香港保安局强烈反对 并谴责污蔑抹黑警方执法行动的无理言论 俄方称挫败乌军大规模攻势 乌方指莫斯科散播假消息 教宗特使将访问乌克兰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清 6月5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6月4号周日 数百名身着橙色衣服的人们 聚集在旧金山 步行穿过金门大桥 以纪念全国枪支暴力宣传日 据疾控中心CDC称 枪支是美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2021年近49000起 与枪支有关的死亡中 有54%是自杀 43%是凶杀案 本台记者陈永清 6月5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七澳台新闻消息 自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决定派遣加州公路巡警CHP 和国民警卫队 帮助打击旧金山的露天毒品市场以来 已满一个月 加州公路巡警正在与旧金山警察局合作 将目标锁定在田德龙和南市场接地区 而国民警卫队则在幕后分析情报 市议员麦德成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 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吸毒和毒品交易水平 议员们证实旧金山 旧金山检察局在过去一周内 逮捕了16名应在公共场合吸毒的人 而在药物过量危机中 旧金山每天有两起药物过量致死世界 这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年 本台记者张苗6月5号 湾区综合报道 据圣河西水星报的报道 6月5号周一 另一架载有移民的飞机抵达沙加免毒 此前16位来自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移民 于6月2号周五抵达 他们从德州被带到新墨西哥州 然后被送上包机飞往加州首府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的发言人加列格斯表示 他们携带的文件表明 他们是通过佛罗里达应急管理部运行的一个项目运送过来的 州长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会见了新来的移民 官员们正在努力确保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尊重和尊严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前副总统彭斯周一正式提交文件 启动2024总统竞选 他将与他的前上司川普展开竞争 而在迄今进行的每项公开民调中 他的支持率仅成个位数 远远落后于在过去七年中重塑共和党的川普 据报道 彭斯计划于周三 也就是他64岁生日当天 在爱荷华德梅英的一个集会上 宣布启动他的竞选活动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一指控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 涉嫌滥用投资者资金 作为未注册的交易所进行运营 并违反了一系列美国证券法规 SEC在提交给华盛顿特区联邦地方法院的文件中 列举了针对币安的13项指控 币安是由赵长鹏所创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于开曼群岛 SEC针对币安的指控 于去年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倒闭后 遭到揭露的一些做法非常类似 继Meta公司之后 苹果公司也踏进了元宇宙圈子 周一推出了其头戴式虚拟现实眼镜 Vision Pro AR 价格是Meta同类产品的三倍多 路透社称这是苹果公司自推出iPhone以来 最大也最有风险的一场赌注 这款最新式电子设备将于明年初 在美国上市 2024年晚些时候将在更多国家上市 这款最新的Vision Pro电子眼镜 用户可以仅用眼睛来选择眼镜内看到的内容 并用手指对其进行点击和轻轻滑动 同时还可以使用三维摄像头和麦克风系统来拍摄视频和图片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小方 下面继续了解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五号表示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分布不均匀 有些地方债务风险较高 还本负息压力较大 以督促地方承担主体责任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财政部认为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 财政状况健康安全 为应对风险挑战预留足够空间 中央意味地方分配使用资金流出更宽裕时间 财政部负责人指出 过去三年地方财政支出平均增幅3.4% 属于仅平衡状态 屡获殊荣的香港记者蔡玉玲五号 被香港终审法院宣告无罪 五名法官一致裁定蔡玉玲的上诉成功 撤销对其的各项定罪 蔡玉玲一直在为她的纪录片 追查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期间 在元朗地铁站内无差别袭击抗议者和乘客的背后元凶 但在2021年4月 蔡玉玲被判犯有通过获取车辆注册记录 用于新闻目的来欺骗政府的罪名 蔡玉玲因两项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 被反庭判罚款765美元 这是香港首例有记者因查找车牌注册资料而被定罪的案件 这项裁决激起了香港记者对新闻自由不断缩减的愤怒 判决后蔡玉玲称 这对香港记者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年 非常黑暗的一天 赢得上诉后 蔡玉玲5号在法庭外对记者说 这次判决显示香港受基本法保护的媒体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蔡玉玲参与制作的报道 721谁主真相 获得2021年人权新闻奖华语纪录片奖 2019年香港礼大冲突期间 有示威者在外围的尤坚望一旦与警方发生冲突 213人被捕 13名男女早前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 其中5人5号分别被判监 4年3个月至4年11个月不等 同案另外8名被告 当中4人早前分别被判入教导所或监禁 余下4人要到8号宣判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5号表示 有国际和本地组织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香港记者协会 假借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之名对香港警方执法行动做出颠倒是非和污蔑抹黑的无理言论表示强烈反对并予以谴责 发言人说执法部门一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 以及就有关的人事或组织的行为而采取执法行动 与其政治立场或背景无关 任何人事包括新闻从业者都必须遵守法律 发言人说任何尝试诋毁香港特区法治和自由 试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只会徒劳无功 特区政府的执法部门会继续无畏无惧和不偏不倚的执法 致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香港警方5号表示 6月4号警方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由 拘留了23人 其中以妨碍警察的罪名逮捕一名53岁的妇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当天在推特上呼吁 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 香港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称 4号被拘留的23人后来全部获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5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时回应提问时重申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 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 中方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履职 坚定支持一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 所做的努力 汪文斌强调任何以此为借口抹黑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中国外交部4号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 美方指中国军舰上周六在台湾海峡 以不安全的方式靠近一艘美国驱逐舰 双方距离小于140米 汪文斌说 事实真相是美方姿势挑衅在前 中方依法依规处置在后 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 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是 应对有些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措 完全合理合法安全专业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在台海地区制造事端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据美国军方称 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护卫舰 三号正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航行 当时中国军舰在美国船只前面切入 距离不到137米 在美国海军四号晚些时候发布的视频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艘中国军舰穿过中云号的航道 而中云号没有改变航线 三号晚上中国军方指责美国和加拿大 罕见的联合航行是故意挑起风险 中国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则认为 这种近距离拦截是中国海军能力和勇气的体现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外交部前驻美大使崔天凯 四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见息接受访问时表示 如果要恢复中美高层防务谈判 美国应本着诚意减少在中国附近部署军力 他还就最近的中美军事热点事件回应表示 美国军力离中国领土领海太近了 崔天凯四号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两国军方仍有沟通渠道 但他质疑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防止冲突 另据消息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目前正在中国访问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上市备案制度落地实施两个多月以来 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升温 截止四号 今年已有19家中企来美上市 融资规模突破6.03亿美元 上市数量和募集金额均超过去年全年 下面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 乌军于4号上午在顿涅兹克南部地区的前线 五个地点发动大规模攻势 被俄军挫败 乌方损失250多人及十多辆装甲战车 俄方发言人纳科纳申科夫说 乌军想突破防御脆弱的地区 但已失败告终 俄方发放的片段显示 有军用车辆在野外遭受猛烈炮火攻击 西方传媒说难以查证片段 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俄罗斯在涉及乌克兰的行动方面 一直加强信息战及心理战的操作 又说莫斯科散播假消息 梵蒂冈五号表示 教宗方济各的和平特使 意大利书记主教祖皮 五号启程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就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展开两天的会谈 梵蒂冈五月时曾表示 教宗要求祖皮率领和平代表团 尝试协助缓和乌克兰冲突中的紧张局势 波兰五号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由超过五十万人参与 是当地1989年共产政权倒台以来最大规模示威之一 示威民众不满政府上月通过的新法例 试图打压反对党 波兰前总理公民纲领党主席图斯克 呼吁反对派团结 在秋季大选取得胜利 本台综合消息 英国首相苏纳克将于6月7号到8号访问美国 期间他将游说美国总统拜登 支持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 担任下一任北约秘书长 华莱士此前在接受德星社采访时表示 他对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的职位很感兴趣 由于华莱士在帮助建立支持乌克兰的国际联盟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他在美国很受欢迎 北约秘书长发言人今年2月曾表示 北约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 将于今年10月结束 他无意寻求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五号到访新德里 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 官员说双方讨论提升伙伴关系 并制定未来五年的合作路线图 应对中国上升的经济及军事实力 抵达新德里后 奥斯丁随即在社交网站表示 将就美印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 与印度官员展开讨论 共同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印度国防部表示 两国防长同意确定 共同开发新技术 及共同生产现有系统和新系统的机会 基于印美在维护印太地区 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 两人又讨论到区域安全问题 尽管有经济衰退的疑虑 沙特阿拉伯4号仍宣布 将于今年7月每天再进一步减产100万桶石油 以仕途支撑油价 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 13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为首的10个结盟产油国 召开会议后 沙国宣布上述减产消息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结盟产油国OPEC加 也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官方产量目标不变 今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 则会延长至2024年底 数个OPEC加成员国4月同意 自愿每天减产超过100万桶 有分析认为 这个出乎意料的举动短暂撑住了油价 但无法带来持久的价格复苏 印度2号发生数十年来死伤最惨重的火车事故后 案发现场的客货运班次5号恢复形式 官员表示 这起事故的起因是信号灯系统故障 三列火车2号晚间在印度东部奥里萨省巴拉索尔镇附近相撞 造成将近300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官方起初通报288人死亡 但奥里萨省政府已修正死亡人数至275人 因为有部分遗体被重复计算 1175名伤者当中有382人还在住院治疗 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因为医院内的大量伤者中有许多人伤势严重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4号爆发警民冲突 导致数十人受伤后 德国内政部长沸瑟 谴责极左翼抗议分子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 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法院上个月31号宣判 来自莱比锡的年轻学生丽娜和另外三名极左翼活动人士 判处以数年徒刑 从而引发这场骚动 这个极左翼团体在2018年至2020年间对新纳粹人士和据称是极右翼支持者是以暴力攻击而被判有罪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4号表示 埃及当天派出三艘拖吊船 将一艘故障造成了运河交通短暂延误的邮轮拖走 这艘悬挂马尔他国旗的邮轮在从俄罗斯前往中国途中出现机械故障 造成苏伊士运河短暂通行中断 如今双向交通已恢复正常 全球约有10%海上贸易都要经过苏伊士运河 船舶抛锚或搁浅造成水路短暂中断 在这条水道很常见 2021年3月巨型货轮长次号因强风吹袭 造成船体失控偏离航道 导致苏伊士运河交通堵塞近一周 那次水路中断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货物被延误 运河封闭期间 埃及每天损失金额达1200万至1500万美元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8.58点 跌幅0.20% 保收4273.7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99.90点 跌幅0.59% 保收33562.8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34点 跌幅0.086% 保收13229.4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消防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